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能有所成就 二 小耳感情用事 情急冲动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较小的话 这种人大多情感非常的丰富和细腻 属于特别感性的类型 而且这种人大多缺乏主见 意志力非常薄弱 容易受到别人意见的影响和左右 自我意识不强 缺乏原则和坚持 而且心直口快 做事容易冲动 心性不定 喜欢率性而为 判断力比较差 花钱时缺少规划 不适合做生意 一生难有什么积蓄 三 厚耳肉厚的耳 财源广进 耳朵厚大有肉在相学中 是健康和长寿的象征 若是耳厚有肉 再加上内阔形状较好 整个耳形看上去皆是有力的话 这种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 很有气度和胆破 头脑也非常的灵活 应变能力非常的强 做事懂得把握尺度 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能够经营起丰厚的人脉关系 事业上往往能有所作为 不仅能挣钱 而且还守得助才 四 薄耳肉薄的耳 才总不拒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薄 消无肉的话 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敏感 对自己缺乏自信 而且心眼特别的小 喜欢斤斤计较 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不能释怀 整天满脑子里操心着各种事情 精力比较差 赚钱的能力比较弱 一生只能听从别人的差事 而若是耳朵的轮廓长得非常好 但是耳朵较薄的话 这种人会赚钱但存不住 五 厚耳垂耳垂肥厚命重富贵 耳垂在相学中代表着福气和金钱运 如果一个人的耳垂长得肥厚有肉的话 这种人一般是狠气充足 身体素质比较好 做启示来也特别的积极 精力非常的旺盛 而且这种人性格温和 待人宽厚 富有包容之心 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人际关系非常的好 身边的朋友较多 遇到困难 时常有贵人相助 事业往往能够做大做强 财富越积越多 六 没耳垂赚钱较难 如果一个人的耳垂肉部位 长得又小又薄的话 这种人一般非常的有想象力 为人处事方面也特别的有人情味 属于那种性情中人的类型 不过这种人喜欢活在自己的幻想里 对于现实问题 却不够关心和上心 做事缺乏规划 特别的情绪化 金钱运比较差 花起钱来如流水 容易因为自己的浪费 而变得贫穷 七 长耳长寿 可想天伦 如果一个人的耳形长得较长的话 这属于一种长寿之相 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 反应非常的快 而且特别的勤快 做起事来非常的小心和谨慎 不过个性太过保守 属于那种安分守己的类型 缺乏大的理想和追求 有时间还喜欢患得患失 一生运势平坦 人生也是平淡无奇 不过也可以享受到那种平凡的快乐 晚年可想儿孙之福 八 斜耳勇敢理智 做事仔细 所谓的斜耳指的是耳朵向后倾斜 贴着头 在相学中也称贴脑耳 俗话常讲双耳贴脑 富贵到老 长有这种耳相的人一般聪明聪明 智力较高 处事非常的理智和冷静 很有规划 遇事不慌乱 考虑问题也非常的细致和周全 而且心性坚毅 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勇敢冷静地面对 从来不会莽撞行事 往往事业方面成就突出 但是这种人特别地喜欢批评人 也爱打听别人的隐私 人际关系不是很好 九 软耳欠胆量 所谓的软耳指的是用手捏上去 耳朵有种柔软无骨的感觉 这种耳相的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消极 胆量非常的小 而且缺乏自己的主掌 行动力非常的差 一旦遇到困难 就会表现得六神无主 优柔寡断 缺乏判断力和决断力 并且这种人耳根子也比较软 做事不懂得把握细节 女人由此耳相容易 容易遭到别人的哄骗 男人由此耳相 性格软弱 容易欺管炎 十 耳阔突出的积极者 耳朵外层称为耳轮 内层称为耳阔 如果一个人的耳阔较为高突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的外相 做事积极 属于典型的实干家 而且头脑灵活 做事麻利 做事特别的勤快和主动 个人能力非常强 办事效率也特别高 一旦决定做某事 就会心无杂念地投入进去 在事业上能够一番作为 不过这种人太过的细致 做事容易分不清轻重缓急 而且特别地自以为是 容易得罪人 当然 我们也要知道 面相不仅仅只有耳朵 它其实包含一个人的五官 无论是从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还是眉毛 所讲的知识太广泛 也太普遍 却很少有人说起舌头 作为望闻问切中最重要的一官 小孩子去看医生 一般都会看一下舌头 舌头的颜色变化 可以观察一个人身体健康如何 也能关联一个人将来运势走向 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吧 一 颜色 舌头称暗子之色的人一般贪心极重 胆大妄为 为人非常的好色 一生贫穷多病 如果舌头颜色鲜红 明润的话 这种人一般做事坚持 身体健康 一生名利双收 非常有福气 如果舌头泛黑色的话 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虚伪 一生忙碌 但财运不好 比较贫穷 二 舌头大且比较长 舌大狡诈 可负可贵 如果一个人的舌头宽大且长的话 这种人一般非常的狡猾 为人也比较的自私 做事喜欢投机取巧 是有富贵命格的 如果一个人舌头比较大 但是嘴巴较小的话 这种人一般表达能力比较差 经常词不达意 说不到重点 三 舌大却薄 无法成功 舌头大 但是却比较薄的话 这种人一般口才非常好 有着很强的雄电能力 说话也很有水浮力 非常适合做谈判 主持或打交道一类的工作 但是也喜欢搬弄是非 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男人善于狡辩 女人比较八卦 容易遭人嫌弃 经常挥霍时光 做事无法成功 如果舌头呈椭圆形的话 这种人一般比较明事理 讲义气 个性也比较的爽直 往往能够成事 四 舌头小且长 如果一个人的舌头小 也比较长的话 这种人一般非常的聪明 头脑也非常的灵活 做事懂得变通 而且为人非常的有心计和谋略 做事干脆也很有担当 不过这种人却容易吃亏 一生大多时候都比较的贫寒 如果一个人的舌头又小又尖的话 这种人一般比较贪婪 只想索取却不懂得付出 而如果一个人的舌头小 但嘴巴比较大的话 这种人一般心直口快 个性比较的帅真 如果天生舌头就比较小的话 则容易漏财 对健康不利 五 舌头坚长 如果一个人的舌头比较坚长的话 这种人一般能言善辩 心思也比较复杂 经常心怀不轨 如果舌头长到可以舔到鼻头的话 这种人一般能够富贵 厚福比较重 如果舌头又尖又长 像舌的舌头一样的话 这种人一般个性非常毒辣 如果嘴唇比较厚的话 晚年运气较好 六 舌头短粗 如果一个人的舌头比较粗也比较短的话 这种人一般个性非常的鲁莽 思想比较简单 甚至是有点愚蠢 一生比较的贫困 如果一个人的舌头比较短且比较薄的话 这种人一般话比较多 而且说话不注意场合 喜欢在背后议论他人是非 而若是舌头短 但是舌形方正的话 这种人一般大气晚成 晚年运势较好 七 厚舌 如果一个人的舌头比较敦厚的话 这种人一般头脑反应比较的迟钝 但是为人非常的朴实 待人诚恳 做事稳重踏实 绝不会胡作非为 是难得的好人面相 若是舌头也比较长的话 则为大富大贵之相 如果舌头厚且舌头较长 能够舔到鼻尖的话 这种人一生难成大事 而如果舌头厚长 且形状比较方正的话 为极相 能享荣华富贵 八 保舌 如果一个人的舌头比较薄且比较长的话 这种人善于狡辩 为人比较机智 也很有才能 遇事总是能运筹帷幄 有着很强的策划和决策能力 眼光也比较长远 有着很强的领导力 如果舌头薄小的话 个性方面比较狡诈 一生贫困 九 尖舌 舌形比较尖的话 这种人一般声音比较尖细 好奇心非常重 也非常的有想象力 但是说话喜欢添油加醋的夸大 而且特别的八卦 对于别人的隐私 特别的感兴趣 另外就是性格方面非常的任性 几乎没什么心机 与这种人交朋友 还是比较开心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